不由的哥哥才能掀起回力杀 盘点皮静展接二出舞台 五个一开口就能让人回荡过去的哥哥 第一位苏佑鹏 当不老容颜苏佑鹏面带笑意 很努力一比一复刻31年前爱的收入时 还容易就被戳到泪点 苏佑鹏很坦诚 自己并不是小舞队的唱调担当 而且这么多年 他的重心都在影视剧上 但当49岁的苏佑鹏 一身白衣清爽出现时 一开口就是青春 他真的有很好的在维护好 小舞队这个初代武藏团体的金字招牌 第二位任贤奇 任贤奇一开口就是江湖 把比赛现场变成了演唱会 在花乐乐坛 任贤奇的头衔是哥侠 不仅仅是他演唱了很多 他主演的武侠剧的主题曲 还有他歌声里难能可贵的真 真实的声音 真挚的情感和真切的演绎 不炫技 但就是唱的抓心 第三位杜德伟 知道杜德伟保养的挺好 但是没想到会这么好 60岁干净利落 甚至比年轻时更帅气 情人一开口就让人赞叹 唱跳上基本功扎实 还特别卷的练习 所以哪有什么宝刀未老 只不过是特别努力 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 第四位张正月 48岁的张正月 越开越像詹姆斯或者黄金狂风 但他一开口唱思念是一种病 声音却是满意的清澈的少年感 有人这样评价 说长得像是拾荒了20年 嗓音还是没受过一点苦的18岁 第五位潘伟博 一个半月减肥13公斤 潘伟博用实际行动 再次说明了身材管理的重要性 不敢想象 如果潘伟博还是90多公斤 在舞台上唱反转地球 还能不能炸全场 回忆杀为什么赶的呢 是因为当时间沉淀后 我们还能够看到 听到 感受到 儿时或青春的感觉 这种感觉带给我们的是美好 而谁又不喜欢美好的事物呢